征服一个女人最好的方法就是生理上的吸引 征服女性一直是一个古老而又复杂的问题 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 但身体的吸引力在赢得女性放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第一点就是外表和自信 外表是吸引女人的第一印象 而自信是外表的重要补充了 男性应该注意自己的外表 包括衣着、得体、保持卫生、爱护自己的外表 另外自信是一种无形的魅力 男人应该学会展现自信来吸引女人的注意力了 第二点就是身体健康和锻炼 身体健康是吸引女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男性应该保持饮食习惯 保持健康的体重和体质 此外呢,经常锻炼不仅有助于塑造健康的身体 还能够增加自信和吸引力 锻炼可以提高男士的气质和魅力 使得他们更加具有魅力所在 第三点就是良好的沟通能力 良好的沟通技巧是赢得女性青睐的关键 男人应该学会倾听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女人建立良好的沟通和情感的联系 通过积极的参与对话 男性呢可以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思考能力 从而吸引女性的兴趣和欣赏 第四点呢就是幽默感和情商 幽默感是吸引女性最重要的品质之一了 男人要学会用幽默来调节气氛 让女人很开心 跟你在一起呢就很舒服 此外呢,情商也是征服女性的关键 男人应该学会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 再与女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第五点呢就是自我成长和独立 自我成长和独立是吸引女性的重要特质 男人应该不断的去进行自我发展 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同时呢,男人也应该保持独立 展示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个性 这样的男人就更加的容易吸引女人的注意和欣赏了 征服女人不仅是靠肉体的吸引力 而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的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